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逐鹿来说 今天这把比赛没什么说的 就是必须赢 这把如果赢了 那么是有机会进击四强 好像是如果横扫就必进四强 是吧 对 就是今天的比赛是这样的 今天比赛叫生死荣辱之战 什么叫生死荣辱呢 生死是指逐鹿 逐鹿今天比赛如果赢了 而且是4比0横扫 一定能晋级 如果是输了的话 就要看wakeup和西竹鹿的脸色了 对 这叫生死 对 对于无双来说 就是荣辱了 因为无双到目前为止三平三负 从来没有赢过 在从来没有赢过的情况下 能不能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抓住最后的机会 获得最后的胜利 其实一般像这种情况 如果从来没赢过的话 上天或许会眷顾一些无双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在统帅比较中也见证了某些选手 就是拼尽全力 为求一胜也不可得 某A 某A 我们也不方便透露姓名 对对对 某不知名的大A选手 某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大A选手 Casper的大A选手 对 就是也很艰难 对吧 因为其实无双说打成今天这个样子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环境就不是很很顺利 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风格就主要偏拆阵 偏拆阵 偏拆阵 就经常非常狠地去打一些拆阵的想法 就可能是由于当前这个将持 它的配合还是有局限性的 如果说像超级杯的时候那样的话 打拆阵的话可能也会好一些 因为当时那些拆阵所需要拆对方的 被绑架的时候选的类似陆逊之类的 个人能力还是极强的 但现在拆阵一般来说 你都是强行抓一个邓爱啦 强行抓一个郭佳之类的 就显得很被动 单点会会差很多 对 单点会差很多 所以说无双这支俱乐部 我其实还是非常看好的 他们并不弱 就只是他们的战术不太适合当前这个将持而已 没错 好 那我们目前为止的话呢 已经进行了102场比赛 就是单局比赛的话是102场 那目前为止的话呢 上场率和胜率都有一个简单的统计 那么上场率最高的武将是诸葛锦 远远的甩过了对手 他有75次登场 73.5%的上场率 就是大概说100局里有70多局都有他 对吧 因为就他这一个判官了 你想到吗 没错 然后胜率的话也很不错 胜率是一个56%的胜率 75次登场 42次获胜 胜率跟登场率都很不错 然后紧随其后就是布链尸 布链尸跟夏侯士两个差不多 然后呢 都是49次上场 69和67次两次上场 上场率也很接近 67.6和65.7 因为布链尸这个样子 他前这位上一行 后这位也经常会发现 他们在墨这位会去补一个布链尸 然后让我大跌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然后揉了再揉 抠了再抠的事情是 他们的胜率居然一样 他们的胜率都是49.3% 一模一样吗 不科学呀 不量是和夏侯士是吗 不科学呀 我说错了 你看本来那个计算的是正确的 34除以69跟33除以67 德国的数字会一样吗 它可能就是因为太小了 所以就后几位可能会有一些小区别 对吧 就比如小战之后三四位有个区别 但我们也只统计到小战之后一位 是这样的 本来前天的时候 布链尸的胜率是52 夏侯士的是48 但是昨天的时候夏侯士赢了很多 所以他就赢了很少 开始跟布链尸去达到一个相同的地位 没错 然后这三名的话是上将60以上 上将率在65%以上的三名武将 分别是朱国锦 布链尸和夏侯士 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也是排差非常好 其实这三个都是属于排差将 然后夏侯士可能更多的带一点点辅助工作 布链尸带一点点追忆和带一点手牌破坏 然后诸葛锦带一点点判定修改 基本上就这样了 但三个核心都是刷牌子将 所以也可以想象说这种慢节奏的将 实际上在上率和胜率上都是领先于像国家里点这一类的 国家里点 然后以居首为输出点或者是王纪登爱这种系列武将的 主要是类似夏侯士之类的将 他可以以他去围绕去建立一个王国 但是其他的国家什么的就不太好 当然同步的话也代表着这些将被禁掉的情况也比较少 对对对对 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没有被禁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下一个梯队的话 就是弥竹甘宁里点中摇 都是50多次登场 胜率也各有不同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好的 那么主路是在暖方 然后无双这边是在冷方 主路的位置 不算太完美 最好是2358 当然可能每一把都给你2358 那么这次的话是一个双格花的位置 这样的比赛一般是比较精彩的 双方的胜负 胜负会这个拉扯的非常剧烈 胜利的天平会 极具亲左极具亲右 OK 今天的半战方面 双方明显是放缓了速度 可能是看了昨天的某一场比赛以后 这个还是冷方守办了曹瑞 对 就是曹瑞经常会成为冷方守办 但是有时候冷方不办曹瑞 暖方有点舍不得曹瑞 暖方的半将还是防冷衣的胃炎 然后防止一八连位的防后和离点国家 这是一个双格花的阵型 应该会选张松 或者是你要是看不起张松 你就选下户室 一般情况下二回选张松的可能就会多一些 因为如果二回不选张松的话 一四号位选张松之后 一号位是有一个 台场第一波是比较猛 对是可以可以用比如态使词 然后配合张松 对直接撑打第一波的啊 所以说碍于红甲刚才提到的这一点 他还是还是自己选张松吧 选张松之后的话 一号位 离点 不离点是比较常见的打法 四号位 弥足 弥足应该是已经 不是 说错了 中瑶 我想说中瑶 离点中瑶 然后八号位保留一个曹冲的可能性 让离点开局可以刷着曹冲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系列打法 然后呢 如果不抓诸葛锦的话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看暖的态度 你是要对曹呢 还是要怎么样 反正冷方其实也这种曹的打法 他们就是以血换牌 然后暖方呢 可能更偏技能性的 类似用这个尝试绕过 尽量不掉血的线图 好的 果然是要抓掉诸葛锦 那么压力又丢到了冷方这边 冷方要如何应对这个邓爱 但是冷方反正之前的逻辑思路呢 经常是我自己选一邓爱 然后这事就这样了 对吧 但是 效果并不好 对面接这样的阵型 其实这个效果确实有限 确实有限 但是如果不选邓 就是不处理的话呢 好像邓爱这边 在张松配合王姬的情况下 邓爱想醒是比较轻松的 你说像这种情况 冷方强行选一个邓爱 有没有赢过的 就强行就单选一个邓爱 目前好像没怎么赢 就是邓爱 上次 上次那个不是邓爱 上次是拘兽 有一次拘兽登上了 然后也是打赢了 就是因为对手实在是太小看他了 然后没太理他 所以自己攒着攒着 然后排比较顺 曾经爆发过 哎呦 那这把主路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就怕邓爱是主 就所有的王姬邓爱 最强的就是邓爱主 就是你永远偷不了我的主 是的 他当然是不是 哦 当然是主 这个对于冷方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 看离点七收有没有可能把 还是没有可能了 就是如果离点比较 比较就是手牌比较爆炸的话 开AE 然后再加上弩啊 以及吉他的决斗火攻等等输出 哎呀 这个 开了挂的 开了挂的逃充啊 这个开挂逃充 妹子今天的运气比较好 对 也就是离点是有机会去秒张松的 但是呢 这个离点肯定是没有这个手气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曹中攒着一堆装备呢 呃 说好不好 好啊 但有没有大用呢 有几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 您这三个装备全是刀 嗯 所以 您三个装备还是六个装备 您都只占一个装备槽 对吧 然后呢 第一个轮次呢 因为暖色方的阵型 核心点就是把灯碍打醒 嗯 核心点不是要击杀你的单点武将 对 于是呢 曹中救人这件事情 也不太容易发生 那如果曹中不救人呢 等回合结束啊 到你回轮次回合结束了 可能差不多 您这个 该气也就气了 或者留手也就留了 对吧 但总之是 卡手里反而还不安全 对 你想想他如果把闪敌了 连两五七三十也不行 所以 只是说保着一轮次的平安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对的 就是保着一轮次平安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一轮次 呃 你不保也应该不会出大事 对 所以就是呃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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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称相称赛的东西 对冷色来说 没有那么关键啊 没有那么关键 就是就仅此而已 对吧 我们也就是看着好看吗 好看 哎挺好看 你看 对吧 那个三把刀 哇爆炸了 但是这个爆炸之后 呃 真正能给曹冲才多大收益呢 也不一定 那 当然如果曹冲那个弩能够呃 有效的配合自己其他的牌啊 就是愣偷邓爱生给偷死了 因为你有十张牌的曹冲 邓爱想去限制你的牌也没有那么容易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啊 但是这种故事发生的可能性 呃 觉得可能不会太大吧 就是说 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我看一下啊 关键可以几旗帜 就被张松辅助过的话 最少应该是四旗帜 嗯 可以是牵牙 七手牌的 王姬 一张戒斗 灯爱要醒了 估计 这张牌应该是可以醒的 红桃 有诸葛锦 诸葛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是的 又能补牌 还能防止悲剧 对 嗯 因为 这个 暖色也是比较有欣喜 有心机啊 他们特意选择了 七号卫生灯爱 一方面是说 诸葛锦不会被抢 因为正面提到过这事 说你诸葛锦被抢了 对方是能用的 嗯 但你灯爱被抢了 对方很难用 另一方面的话呢 因为灯爱是一个主攻位 也杜绝了对手 偷住的一个思路 打法 是的 嗯 三旗帜 继继续限制中摇 然后多次的给灯爱增加填的数量 不过这个甘宁 暂时可能没什么大的用处 没错 因为你没法拆灯爱啊 对吧 拆拆 拆桌你也差一些 往回头拆吧 反正对于暖花来说 他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 嗯 邓爱或者是诸葛锦手里 能有一个乐 啊 贴个乐过 然后第二轮再爆 甚至可能甜都不用了 当然他拿朱雀与扇是肯定会拿 嗯 如果邓爱和诸葛锦手里有乐的话 就直接拿朱雀与扇 贴乐一个甜 嗯 剩下的甜留着过 然后等下一波 然后再进攻 也OK 这边 哎 这个 哦 他是他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敢用酒杀 因为他觉得如果用酒杀的话 把中瑶打死 哦 这已经是酒杀了 是吧 对 哦 我说那个酒为什么气掉呢 嗯 他可能觉得这个装备打 对 反正打不死嘛 对吧 李正中央是不会死 不会被这么被这么击杀的 对 这个动作中央是一定 哦 对 就是 这个 这个解决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呀 对吧 这直接求到里点那个地方了 曹冲时常排完全是摆设 因为这个一个两个 曹冲有淘 他肯定会救的 那么这个动作就代表曹冲必没淘 嗯 对吧 我们看中瑶自己的行动 中瑶实际上虽然是易血 但是并不太危险 并不太危险 因为 呃 反正医血的中瑶是安全的 对 凉血 反而反而会危险 就是千万不要回血什么的 嗯 反而会危险 看干净这边 干净这边应该是要拆 王姬和张松了 是的 但王姬张松的牌 就反正你拆呗 并不影响邓爱这边的动作呀 嗯 对吧 你真正面对的就是邓爱的这一波进攻会怎么样 觉得张松还是有可能之机 我严重怀疑这波邓爱会五田贴乐过 就邓爱头上挂五个田 然后乐草成过 嗯 这是暖方最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干净这边是一个呃 比较拼的打法 他为了追求闪电 他为了追求方天化戟能够成功的结算 能够成功的结算方天化戟 然后用方天化戟 妄图打出比较大的一波输出 不惜挂上了一个 他不应该他非常不应该挂的闪电 对吧 嗯 因为你队友挂闪电 甘宁还能说帮忙拆一下 这甘宁挂闪电 对吧 指着队友帮你拆就难了 那这个动作呢呃 本身是一个非常拼的表现 但是也是帮曹冲过了很多牌 因为帮曹冲过牌最核心的意义是 我们亲眼看见了曹冲在第一次称相的时候 就将一把诸葛连弩收在了牌中 对吧 那你后面的话呢 再多过一些牌 想让曹冲去玩命的跟邓爱拼 也未是没有机会 也未是没有机会 看一下诸葛连和邓爱能不能有乐 能不能有乐 这个甘宁同学的名字 刚才某一看还以为是周泰 因为他很像 他是叫秦周对吧 对 但倒着看很容易看成是周泰 是挺像 现图给诸葛景 然后会不会给张乐过去 反正现在你们如果真的把这六张田用来去集袭曹冲 是挺好的 那是有一种最好的 就是最好是能第二轮 是的 发挥出他最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没有乐伯斯鼠的话 甚至于说有乐伯斯鼠也是要适当的去控制一下 因为万一 对 这边决定还是 保持曹冲能动 对 这边还是决定要把曹冲还是翻了 把这个事情缓一回合 因为有了闪电之后 我们说当甘宁挂闪电之后 局面有一点小的小的变化 小的变化在于 曹冲就回合摁就摁了 待会可以拿闪电说事 这个是一个战局的变化 而且如果我们就是把曹冲这一点隔开的话 其他点单打也能做事情 也能做事情 所以这个要看 我倒是觉得 他想的真的不是要摁曹 就是要把曹冲翻过去 我觉得有两种战术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 更爱是要 顺骨钉刀 而且这个不太行 一种就是骨钉刀 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已经有乐了 觉得这个动作 就好像是 在暖方眼里 曹冲是没有人性牌的 那什么行为才能让他们以为 暖方没有人性牌呢 那我感觉就只能是他们的第二轮 还是要翻曹冲 还是要翻曹冲 对 可以的 可以的 活着要紧 他们要过一波牌 就直到能控曹冲的时候 就不翻曹冲了 对 对 就被把你直接用掉 猪狗连弩直接用掉了 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表自己杀很少 我倒是觉得 他其实手里藏了一把方片 然后扮猪吃老虎 我假装自己没有那个什么 这边还是有一张乐 他是觉得乐不稳 他觉得乐没有那么稳 然后觉得在过一个轮次之后 排局的天平依然会向我方倾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观影楼曹冲就观影楼曹冲了 而且朱格锦 后面是不是对这个闪电有想法 我们现在也并不知道 这样打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朱格锦手里有红桃 如果朱格锦手里没有红桃 他一定是应该去用乐贴桃桃的 对 但承子说了 我手里有红桃呀 你乐要添过了 咱们不崩了吗 没错 这个风险承担不起 是的 所以说 好的 哎呀 张兄这边强制之后 强制一张伞 然后吃两个桃子 联盟牌带回血 张兄本来是冷色方 一个很重要的希望点 因为如果张兄这一点打不动的话 别的点根本没法打 只有张兄这个点 刚才看起来是还有一定的破绽 那现在张兄这个破绽没了 战火只能往王级这边 也没有别的选择 主路是准备一直控曹冲 我就是要强迫你 一直翻着 永远没有回合 是的 古定刀诸葛弩 还有一张是什么来着 他那个开始三张 都是刀 反正就是三个武器 好像是青钢剑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甘宁 还是可以把曹冲翻回来的 不过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曹冲也会被邓爱拿弓 中瑶还是会死 对 总之冷方现在还是 冷方的节奏现在已经丢了 对 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完全是 暖方的节奏了 而且因为凭着王级对邓爱的囤钱的控制 诸葛锦是可以借机来调手牌的 如果想劈闪电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并不信用情况的样子 曹冲那种情况件 那现在曹冲第一轮次撑像的三张装备已经一事残尽 并没有如我们所说的这个装安装去 但是确实是没了 好吧 确实已经没了 然后王级的囤田 不断的再去把邓爱的装备 转化为田囤起来 可能也是手牌中有比较关键的牌张 或者是说有一定的续报的动作 现在的曹冲看起来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厉害了 张松还是厉害呀 这把幕后暗中观察者就是张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的 好我们看中药这边 其实可以吃个草花回血 开 继续能够刷一下桃冲 范围 范围 范围觉得不焦 太浪费 没必要 就囤就囤吧 是的 捉紧这张闪焦了之后 如果不明哲 那甘宁就死了 如果明哲呢 他真的在想 他手里是有红桃的 灯爱现在已经有八张田了 第二张乐出现了 好的 这张乐不能要啊朋友 这张乐 哎呦 这张乐要了的话 人家是有八张牌 顺你十张牌 这张乐是肯定会被顺走的呀 我就不信 灯爱打爆 呃 从概率上来说 不是肯定 但是 对吧 而且灯爱到 哎 三乐全出 对对对 正常说我这边能空一手 但是这个空一手 可能性反正 呃 没啥用诸葛锦 说得有红桃 除非说甘宁就是要强拆诸葛锦 是的 而且关键灯爱头的是头上的是甜 又不是一记牌 你说要是一记牌吧 嗯 呃 你种热了 对吧 损失很惨重 这个甜又丢不了 种要种呗 干净这边 嗯 比较咸鱼 比较气的闪 你过 诸葛锦的关师斧 自己摸还是分 分排 OK 那的确是 有有有红桃 还是有红桃 嗯 张松 现不现吧 无所谓 觉得献给灯爱就行了 对 张松也是不希望自己献周 然后 就是 现在过于频繁啊 不希望献得过于频繁 然后 呃 导致 自己成为一个太薄弱的点 暖色是比较希望 自己方的 弱点 比如像王姬啊 比如像张松啊 就是均匀的被压斜 两个人血量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血量上 下巴还 没关系 但是只要不内什么就行 只要不出问题就行 红桃改个红桃 过着过张牌 对 八张牌要动手吗 就是这个转航飞电才会导致他们乐曹冲的计划失败了 是的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转航飞电的话 他们这把会更顺 没错 邓爱刚才呃 从王姬不断的去呃 处理邓爱的装备牌来看的话 邓爱这个回合是要有比较大的动作的 这是个十八张牌的邓爱 这个 是的 我觉得肯定能拿到那张乐呀 对 所以曹冲现在就完全是在呃鬼门关上逛的啊 嗯 但是邓爱是不是会选择继续杀中瑶 然后呃 调戏一下中瑶 小青龙觉得中瑶会给自己排 嗯 因为 因为这边的话 看他要现在应该是要动手了 应该是应该是要动手了 嗯 这种情况下你说呃 如果邓爱选择再等一回合呢 也有道理 对吧 嗯 但是说直接就生退了 也可以 就是 反正整体控场节奏 确确实实是在邓爱这一边 火攻架根凌 大概率是一张红牌 嗯 投手没有选择 去救 力点给的头 邓爱要不要选择再杀一道中瑶 把9 把9拿过来 这是要9杀曹冲的节奏吗 感觉冷煮可能会被秒的 但是还是 其实还是沙中瑶就比较稳健 沙中瑶的打法是比较稳健的打法 这边已经顺了曹冲六张牌了 目前好像还没有顺走那张勒布斯鼠 好的 谁让沙中瑶 曹冲不管 其他人不管 那中瑶就死了 没有记那个轮刺的东西 也不一定 他有可能把乐已经拿在手里了 对 是有可能的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 反正牌就那些 一张一张顺 总会由我顺到你东西的时候 难道连红弩也在 也在这边手中吗 如果红弩也在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挣扎的可能性了 红弩 那就是结束了 就是打得很有耐心的情况下 暖色在打得非常有耐心的情况下 因为对于暖色来说是不容有任何闪失 不容有任何闪失 因为这个比赛对他们实在是太关键了 对他们实在太关键 他们今天 是肯定是所有队员 本来想的都是今天最好4比0 对 就是努力方向一定是要横扫 然后呢 你面对着一个 我们说着稍微那个什么意思 你面对的是一个 目前整个俱乐部联赛当中 成绩最差的队伍 对吧 那 不说横扫 赢下来应该是比较 压力比较小的 然后横扫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好吧 虽然他们从来好像没有真好没有被横扫过 对 但是相对来说吧 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好啃的骨头 所以难点并不是赢 难点是要横扫 我总感觉第七轮比赛的主路跟前边前六轮比赛的主路有点不一样 有这种直觉 我说不上来为什么 总感觉就是打得更好了 是吧 反正很多的时候他们经过沟通以后 发现诸葛锦手里有红桃 那就不冒这个险 对 就是这 今天这局来说都打得特别稳健 特别细腻 对 万一那一波你就是要落草重 然后草重天国管不住 对 那就是一个 其实从王姬行动完之后 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和优势 但是他们没有去选择拿优势跟对方打 而是一点一点的把优势逐渐的扩大 他们一直在控曹冲 然后压中尧 说的夸张一点 其实无双俱乐部做不做任何行动都没有太大区别了 他们没有主动权 就是从排局来看是有点任人宰割的那种 是的 对手不跟你着急 对手不放任何的破绽给你 自己这边去避免所有失误 的可能性 就是 独鹿这边是首发了张松 然后对面选李典和中瑶宇回应 然后这边抓了王姬和诸葛景 然后对面是抓了甘宁和曹冲 然后最后他们补了一个邓爱 然后从过程来看 张松经过多次的线图 还是为他们的团队创造了非常好的优势 毕竟从局势来看 逐鹿的暖方全程是压着冷方去打的 对对对 而且冷方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在线图和王姬的压力面前 真的是被打得抬不起头 中瑶一直是一个思选的状态 然后曹冲一直迫于无奈 就是被迫的一次又一次的放弃自己的回合 就直到第二轮 然后邓爱去爆发 所以说恭喜逐鹿 打出了一把真正的逐鹿风格的一把比赛 获得1比0的三十的成绩 是的 因为这个时候不稳健就没有直得稳健的时候了 对吧 这时候不稳健回家了 手足优势 手足优势 然后但如果是劣势局的话 那就该拼就要胜拼 那狭鹿相逢军者胜 这个爱拼才会赢 只能是靠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了 那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我们准备抽点 奖品的话呢 依然是我们的皮肤包 我们在每局比赛结束之后 会有两个皮肤包作为奖品 抽给大家 那么第一局和第三局结束之后呢 是普通的单包的皮肤包 之后第三局和第二局和第四局 分别是精致皮肤包和 豪华皮肤包 也就是三连包和五连包 三连包五连包 好 那抽奖的时候呢 抽奖观众是需要 会收到一个短信的 会收到一个私信 战期TV的一个私信 然后大家只要把私信回复一下就行 一般私信内容叫做 恭喜你在王者之战的直播间 抽奖的时候 中了一个什么奖品 一般是皮肤包 皮肤包 那你需要回复 你说王者之战直播间的导播 幕后的黑手 那个括弧 有肥矿吗 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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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没有新了 好吧 然后以及其他的这些 新红红的人家们 我在直播中中了一个小奖品 是一个皮肤包 对吧 然后呢 这些奖品大家可以 你们可以发给我 我会非常的感激 但是你们不发给我呢 我也愿意把皮肤包专线出来 然后呢 就还给官方 这样官方可以多少钱 那个给红甲跟冰锋 买身像样的衣服 对吧 这也是可以的 好吧 感觉无双今天 其实还是有机会赢的 反正 运气这东西 谁都说不准 万一无双的 冷 等他们是冷边的时候 然后冷 一米竹 直接打死竹鹿的二号 那也是雪崩的 对 我们也经常看到 说一号位 其实最近好像看得越来越少了 在之前的话 最近是少一点 对 一号位是很凶残的 无论是迷竹 还是李典 甚至有时候 如果张松顺手的话 直接张松太史词 叮叮叮叮叮叮 都是有可能直接去 打出很可怕的输出 成顿的伤害都会有 这就是排局的压力 虽然在无双这边 但心理压力 现在还在主路这边 对 你们甚至是第二场 第三场赢了 还是有心理压力 对 因为咱们说的什么一点 反正无双说 这个比赛输赢胜负 我们比较惬意的 已经晋级不了了 对 对吧 既然如此 对 我们就来训练训练 对吧 反正我们就更更更 什么一点 对吧 然后可以打得更拼一点 甚至 对 但是你说说 如果这个时候说 无双斗志上 是不是稍微的 会低沉一些 可能也 对吧 不像不像逐路斗志 那么高昂 但是你说 是不是斗志高昂 就一定能打败 斗志低沉的 也未必 对 因为有个词叫什么 挨兵必胜 对吧 这边心情不好的时候 更是敢打敢拼 是的 这个敢打敢拼 这个是很可怕的 说大宝老子跟你拼了 一先都会就上 那先一次 光脚的还怕你穿鞋 对 对 这个就说的很 对吧 我刚才想了一个词 但是不好意思说 叫什么不怕 什么烫 但是觉得不合适 不合适 但是光脚不怕穿鞋 正好体现这个心情 对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这样了 已旧已旧了 这个杀一个够本杀 赚一个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没错 没错 OK 看一下 主路这边 这次的位置 1368 那的话 2457 对于主路来说 还是主路的位置 稍微占优一点点 对 OK 无双这边 拿掉张松 那一号位 选不了离点 选不了离点 选不了尾眼 选不了弥足 这个就比较痛苦 总不至于 一号位下回事吧 好 那就选曹瑞 好 那就是曹瑞太史词 曹瑞太史词 总感觉有点眼熟 四层青石 有点眼熟 然后 五号位是个主攻 六号位选个大桥 或者是福王后 没有福王后了 可以选大桥 这种时候 我觉得第一 四五号位上 要先拆大桥出来 大桥是一定不要放的 然后 第二 我感觉就是 暖色有可能被迫要选曹瑞了 暖色有可能被迫要选曹瑞了 好像也没什么用 张松被豁住也不行 还是选曹瑞了 被迫了 选曹瑞了 那就是四五号位 其实有没有主攻都无所谓了 太史词这个东西 它是不先距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大概我们先推断 五号位的下回事 应该是个主攻 这是第一个我们推断的结果 八号 诸葛锦 六号 大桥 爽歪歪 这就是 不知道怎么输 再一次 冷色不进曹瑞 然后暖色 又不敢拿曹瑞 因为拿了曹瑞 会面对一个 太史词张松 也很害怕 很害怕 哇 更暴力 那就 我就是觉得你张松 控不住我的太史词 我就是觉得你控不住 哇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不选诸葛锦 就是牺牲 牺牲一些稳定性 来换取一些这个爆发 那震毒应该是会震毒曹瑞的 哪方慌了 哪方也不得不慌呀 选择了 居然选择了吴国泰这种东西 吴国泰曹 尝试去应对 但是感觉还是没什么用 果然 那么他们是尝试用曹王去保护自己的主攻 这个行为呢 是有用的 但是对于牌局的胜负是无关的 因为你最后就剩以曹王下回事 也没什么用 是的 我们看曹瑞这边是不是会无脑的把大量的牌 小青龙为什么没有毒曹瑞 这是曹瑞没杀吧 可能 选了何太后就必须要毒 或者是太史词的杀也不多 他就觉得我正要杀浪费 不如让太史词去打成那种 对 有可能 杀多绝对会毒 杀不多 因为这样打完一波的话 我猜可能吴国泰要死 对吧 然后所以这局打完之后的最合理的结论是一定要干掉吴国泰 那么泰史词现在是比较慌的 泰史词就想 我不要为乐呀 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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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一张吴中走 这边古定刀杀曹瑞 这个古定刀 天真了少年 一点都不杀 天真了少年 反正 这甚至可以直接给泰史词 天真了少年 这个可以给泰史词呀 你怎么以为能够杀得掉 给了自己 他还是有点怂了 长生回血 不过这样给自己也OK 泰史词可以去拼曹瑞 拼曹瑞吧 还是拼了河太后 曹瑞的牌比较大 或者是比较好 是的 比较好的话 那从结果来看 他是给泰史词 好的 就是泰史一张圈拼掉 肯定是要杀打桥 带的应该是河太后 那 这 对的 对的 很凶财啊 嗯 他这样打 挺好的 就是非常有自信 反正 就直接 砍三刀 分别砍三刀 河太和装松 就OK 这个打得非常有自信 感觉 但是这个 有可能 收不到人头 这个动作 啊 还有一发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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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我觉得打大桥的话 比较稳定的太过 国泰基本 几乎是一定要死的 嗯 国泰七级血 他能 嗯 差不多 还真是 就死了 就是 所以现在逻辑是说 死一个重要 还是两个一块死重要 但如果两个一块打不死 你能不能承受这个 能不能承受这个结果 的问题 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 他想着 我一定要把这个张松打死 因为 如果张松再配合线图 去 因为他手里 咱们可以从结果看 他手里是有补一牌的 他有补一牌 他肯定会无脑去 线图曹王 然后这样的话 可能 暖方虽然看起来不爆 由于线图会导致暖方 又有一些攻击能力 所以他就想着 那我既可以省下大小的牌 我又可以同时推 多推张松的血 觉得也还可以接受 到现在都没死 怎么办 怎么办 也还好 我觉得 我觉得虽然没死 这个局面对于冷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理想了 就是甚至超过八卦 他打死了 因为这样的话 张松 线图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会有顾忌 对吧 对 这个也其实解释了 为什么曹锐 就是 其实我和天后没有读曹锐 对 因为曹锐给泰史斯这么多牌之后 泰史斯只有两张杀 对吧 所以 在有鲁的情况下 只有两张杀 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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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松手里肯定留的是一个补义牌 我会选择鲁莽的资金 好的 在这边拿弩过去 我突然发现成的这个头挺方的 就是一个规则的长方体 特别方 下巴也是一条直线 就是国字脸 这种就是属于 对 四方大脸 四方大脸 国字 很规整的一个脸 脸型 就是国字脸 对 就是 这个人的脸 对吧 比如说 像什么 比如 这国字脸是一种 对吧 有的人脸可能就是上边大下边小 对吧 我不知道怎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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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字脸 叫帽字脸 对吧 或者上面小 下面大 对吧 仓字脸 对吧 或者金字脸 对吧 就是输于大中分 金字脸 输于大中分 都有可能 因为古时候没有照片 它形容人的时候 就只能是 拿这个什么样的形状 来形容人的脸型 很多个人朋友奇怪 橙子为什么那么高 就是因为橙子大脑 这个器官 仅仅是为了增加它的身高的 所以它就更加高一些 好的 张松牌也还可以 张松牌也还可以 好的 无限也是中调 悲惨的消失 然后吴国泰这边 如果没被他打死的话 也可能会被何太后堵死 如果没被何太后堵死的话 可能得中个乐 总之就是 没有太多的好事 会发生在吴国泰的身上 咱们 追其源头来说的分析 为什么暖房这次选的如此之差呢 就是因为他们要应对太史词 为什么应对一个太史词 就至于选出国泰和曹昂呢 因为冷房选了曹瑞 所以说元凶在于曹瑞 对 所以新东西又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放对方曹瑞呢 对吧 因为暖色没进 冷色 就冷 冷色没有进曹瑞 暖色说我凭什么进曹瑞 我凭什么进曹瑞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潮流 就是 冷色以后就不进曹瑞 然后暖色你爱进不进 对吧 但是暖色又没进张松 所以就变成了 你不进曹瑞 我不进张松 张松考虑你二选一 那你又顾忌一件事情 因为张松是可以放在任何位置来补牌的 对 所以于是一号位移动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很多事情 最主要是这次的班位 实在是对于暖房来说太紧张 他又得办防后 又得办卫延 对吧 就感觉班位有点不够用 是的 那现在的排局对于冷来说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曹瑞呢 冷方看起来的漏洞是个曹瑞 但是你冷方敢推曹瑞吗 就起来就直接给你一个凉血的曹瑞 给你来那摆着 而且就是曹瑞这个点 倒了也就 也就倒了 也能打 对吧 我们拿一个曹瑞换 你俩人也能干这个也能干这件事情 嗯 哎呀 张松还是被推倒了 张松被推倒了 我们看乌国泰这边也就很危险了 乌国泰如果也很危险的话呢 那单上曹王跟小尔氏两个人 应该是很难兴起太多的风浪的 因为冷色的主公是在大桥这个位置上 而大桥又是相对比较坚挺的 对 还是这把依旧是逐鹿掌握了排局节奏 从半将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有锋芒 然后也算是比较有胆略吧 万一暖直接抓曹瑞 其实他们也挺伤的 没错 你如果是一个 不过那样的话三号张松 一号泰史词 但是不会有这么猛 因为张松配泰史词 泰史词它就是一个 可能 就从结果来看 如果是张松配泰史词的话 可能泰史词也就是看两刀 对吧 因为相对还是曹瑞厉害些 因为曹瑞有一个额外给刀的东西 有一个额外给一刀输输的 而且他这个鸣剑配天翼的话就更厉害一些 就比如说鸣剑配画熊 他就不厉害 但是鸣剑配天翼他就很厉害 这边喝口酒 我觉得 还是决定赢着曹瑞去打一下 才打一下这个夏侯士 这个应该是为了轻对面的闪 你是不是觉得曹瑞可能有心 就有 泰史有心杀曹瑞这个动作 夏侯士手中还没有闪 这暖主还就直接被酒杀中了 其实中不中的到反而没有那么关键 因为夏侯士 因为渥太死了 这个局也就基本上交在这了 无论你暖色最后两个人怎么折腾 想打赢四个人还是很难的 其实你收掉了曹瑞 两个人想打倒三个人也很难 所以夏侯士也是直接就投降了 对 哎呀坏了又没有记忆这些武器 动一波呀 他是觉得自己死了 就是他觉得泰史次还会杀 属性杀一刀 就觉得自己死了 但其实你出个牌子投也好 对 就是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他觉得没有机会了 那昨天迷主一个人打三个 我也觉得迷主挺没机会的 那迷主就是赢了 对对对 所以但确实很难啊 咱们实话是说这个当你像曹王的时候 就当你其实放对方曹瑞太史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 我我其实也是说的严重一点 我是非常反对这种行为的 就是你如果还有出牌阶段 你就直接先投降 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 对自己是一种非常不负责的行为 万一翻了呢 有什么不能翻的 对 那一个迷主昨天就一个人打三个 谁能信 你要说迷主一个人打拘兽小桥和李典 那谁都觉得打不赢 那就是打赢了 还是应该 我是提出批评啊 虽然我不是裁判 没什么批评的资格 但是我个人 代表我个人批评这种行为 你就是应该出一次牌 对 然后再投 是的 是的 如果没机会再投 对 就是你牌再次动一动 对吧 对 万一呢 对吧 万一有翻盘点 对吧 虽然可能 万一的可能性极小 尤其是在 是极小 一方面说大桥会不断地控制你 然后另一方面呢 在于说对面是 在第一局中对面已经显示出了非常稳健的打法和思路 对 所以对方不会有特别低级的失误的机会留给你 无双的难处我是理解 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态度问题 是的 觉得这个态度非常不好 没错 好 那我们还是回顾一下这局比赛的搬选将的过程 上半场比赛的话 逐鹿还是咬住牙关 咬紧牙关 奋力地拿下了前两局 也是给后面留了更多的希望 对吧 这局比赛其实核心是一个曹瑞的局 这局其实就是属于曹瑞的一个个人的狂欢了感觉 对 因为曹瑞还是太强了 其实这问题还是出来张松和曹瑞这个点 对吧 其实觉得进不干净的情况下 弄不好 其实守曹瑞反而会 就是一开始有光线的问题 我以为把曹瑞绊掉了 根本就没想曹瑞 结果绊的那个根本就不是曹瑞 对 没想到曹瑞还能上车 我们就要新的考你问题了 张松曹王夏胡适 另外一个人是谁 这个简单 我想一下他们是二号位是张松 然后曹王正来保护夏胡适的 然后后边的那个人是吴国泰 吴国泰 因为他尝试选吴国泰去 好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 随便问我今天什么都记得 那你来回忆一下冷色方的阵型吧 冷色方的阵型 一号是曹瑞 然后三号是泰史词 然后后边是大桥 最后一个是河太后 好 恭喜你答对了 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比较激烈 所以我就在选将的时候 会忘记画我这个纸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还是要继续 总结这个数据给大家 总结好之后 这个数据就可以作为我们 后续的在线下赛 线下我们的决赛的时候 对吧 也可以使用这个数据 前提是线下赛的时候 别当时换僵持 对吧 看当中降职会不会有限量调整 如果没有调整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调整的话 这个降职 最好是有调整 对 包括模式上 我其实依然说想试试看 这个全随机的模式 对吧 会不会更有亮点 我主要是比较腹黑 我比较喜闻乐见 看他们这些俱乐部 本来练这个降职练得好好 突然给你换一个 对 所有人都焦头烂额 每天轿子睡不了 对 每天吃泡面训练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其实统帅现在就有这个情况 统帅的选手 现在马上面临 已经开始面临新的降职 他们已经是遇到这种情况了 就打的时候是一降职 新降职跟老降职 变化不能说天翻地覆 但是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多新降要慢慢的去习惯熟悉等等 你想想那些俱乐部为了适应新的四四降职 然后再练200多把 每天叫的睡不好 太爽了 好 那我们这样 就是如果这边 我们不方便直接看这个降面回顾的话 反正其实这局降面 我们已经聊的差不多了 对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已经靠大脑 已经可以给大家聊了 我们把精致皮肤包 先给大家抽掉 精致皮肤包 数量是两个 众讲观众的话 需要回复一个私信给我们 回复私信的方式的格式 就是尊敬的俱乐部 什么你们 网站比赛 组委会 你们好 我看了今天比赛 觉得特别好 然后谢谢让我中了这个皮肤包 然后我的脑袋是什么 大趋势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兵分的解释非常好 这个态度鲜明的表达了 对这种 明明还是有那么1%机会 还放弃俱乐部的反感 所以说 大家踊跃的发弹幕 然后踊跃的回复私信 反正你说1%的机会有吗 有 1% 1% 1% 反正就是不是零 好吧 这个机会不是零 反正你不是就是零 对 就是只要我主公没有倒下 我就都有 微乎其微的翻盘的机会 因为这不是路人 这是王者之战 对对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还是要更加 当然了 就是也会有选手说 我已知 崩的局 我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 这个事情上 然后我希望去重新的收拾心情 然后讨论更主要的战术什么的 也可以理解 好吧 这个动作也可以理解 好 我们上半场比赛 逐温2比0 战胜了暂时领先 暂时领先于 无双 但是他们需要收获一个4比0的比分 才能够非常稳定的晋级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我跟红甲 一会儿来给大家分解 好 那我们待会儿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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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我们今天的斯维斯比赛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然后今天大家看到的是倒数边场 这一场打完之后 下边还有一场 然后我们SL夏季赛 常规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包括统筛项目和私事项目 就全部结束了 也是感谢有各路的观众 包括各个俱乐部 包括我们的后台 后院导播 还有各种来支援的解说嘉宾 然后帮我们一起把这个比赛 圆满的算是结束掉 但是比赛并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我们还有决赛阶段 还有新夏决赛阶段 好 那我们还是准备看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竹鹿现在就 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工作 对吧 但是这一半的工作 下面那一半工作是非常艰难的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竹鹿还是应该紧张 制度的紧张是有意义的 反正你们第三场第四场还是必须赢 对 反正前面赢了等于没赢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打出横扫 我们有一个俗语叫行百里半九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走一百里的路 对吧 你走完九十公里了 其实更到一半 那你想你现在刚完成一半的话 你也就是到三十公里 也到三十 对 所以后面还是有非常多的看点 心理压力这边还是在竹鹿这边 是的 然后无双这边肯定一边喝着饮料 听着歌 那耳机里放的都不一定是啥呢 没错 所以说压力还是在竹鹿这边 竹鹿如果你们想要获得三百万元宝的话 那么就要好好努力了 你这么说的话 他们可能会丧失到斗志 聊得好好的 聊得好好的 干嘛 聊得好好的献金 怎么被元宝了 对吧 三百万元宝 然后发点好看的皮肤 也就这样了 对吧 总有一些痴汉特别喜欢动态小桥 每天看着动态小桥的白色丝袜 笑得乐呵像一朵花一样 对 像早晨刚开的向着葵一样 是的 迎风招展 这次冷色还是尽了曹锐 冷色还是尽了曹锐 没有感恩找房抓药 因为位置上也不太一样 这边是一个单格花 单格花的阵型 单格花 比较少见 搬掉了弥足 这其实就是一个你想让你想看见谁和不想看见谁的情况 我感觉有可能冷色还是会选父皇后 冷色还是会在七号位让小猫去抓一个皇后 然后炎帝这边尝试去送醒 好的那二号位肯定是夏侯市 这个我不怕打脸 对 现在这个时代 不可能打脸 来打我的脸 抓个手不练师 好 还是没有打脸 那一号位 一号位 三号位 其实选择还是蛮多的 可以抓一号位 可以抓张和 或者是可以抓李典 王姬 李如 OK 那就是比较常规 又是夏侯市 然后这边李典中瑶 嗯 那这边张和不练师 不对 应该会抓一个诸葛锦 就是诸葛锦甘宁 现在他们特别喜欢抓诸葛锦甘宁 嗯 因为甘宁对李典的 这个这个牵制破坏还是有的 所以说 他既能契合队友的桥石 又能防止对方去疯狂的忘 哎呀 哇 居然没有抓甘宁 哇 你真的不抓甘宁 我感觉会后悔的 这 这小李典开场要是给你开个AOE 或者他们可以最后补啊 最后也可以补 OKOK 甘宁还在 是否要补一个 补一个氛围 就不说甘宁了 补氛围呢 还是补 巧遍 氛围 还是要补一个氛围啊 没错 稳稳稳 不愧是逐入啊 那么这样的话 感觉 应该是要给学生 他摄像头了 是的 可以看到妹子了吗 看到妹子了 这个妹子应该是 还是在宿舍 就是我们每次看到 他的情况都差不多 对 但是周末的话 宿舍可能就会比较空一些 上面是他们的小青龙 明明是小青龙 为什么 导播这边给人家写的是青龙 反正青龙一直是叫青龙 然后不知道这次为什么就 他自己 要给自己起个小青龙 起个小字 比如小灰狼 一直是小灰狼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充满自信 改叫大灰狼 对吧 双方的主公 一二号位 那么尝试去限制一下 这个主公夏侯士 主公夏侯士 反正他自己也能调整手牌 就打吧 上个版本经常会出现一个 看到主公夏侯士就不理 就让他四排来能堆着 是的 但是大家慢慢对于看夏侯士的局多了 操纵夏侯士的选手们 也会越来越选手 选手一些 他应该也是可以保证一个 就算你冷方不打我 我一个四上线的夏侯士 就是能三排过 好 白银狮子 这把很有可能双方 就是对推主公 一八二不认 就是二八夹杀一 相应的那边也是夹杀相识 对 妹子 卡一刀 关心 笑得跟花一样 这边也是尝试想偷一手桌紧 你看如果偷中了的话 然后在乐上 把桌紧打出一个小缺口来 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向 这个尝试也还OK 对 这个肯定是不会巧时的 他应该再沟通一些其他的战术 草花五 看诸葛锦自己能不能处理一下 好的 能够成功越狱 但是越狱之后的话 因为你是以把麒麟功作为代价 所以导致诸葛锦 协助自己的队友 打下游士这个动作 可能不知道还能不能完成 是说打理点是吧 打理点 对 就是推主这个动作 对 这边有个简易码 这个简易码真好 装了跟没装没什么区别 基本上没有用处 应该是要过了吧 然后装上之后 对于自己这边的 就是保留这张改叛牌 也有漂亮 看福王后 好的 曹春这边的话 如果福王后能够关注 布脸师和甘宁 那冷色的节奏就比较占优了 对 继续还要去完桌锦 死命的去推这个诸葛锦 对 想来想去觉得诸葛锦 比较 比较 怎么说 就比较容易达到 反正既然我的中瑶的出杀 尝试去试探你了 那就推到底了 对 也是怕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也是有点 有点担心诸葛就打这个下游士 到最后 打半天吊住不死 打着打着 你打一刀下游士 下游士出个闪 然后又能乔士不脸师 这就非常痛苦了 嗯 OK 决斗还是要去明确自己急火的思路 是的 是吧 主路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虽然说可能在应对锥孔这方面 他们还是不太慌 就甘宁可能非常伤 嗯 就只有甘宁被坠恐的是非常非常伤 然后不连事这边只是大伤 不是非常伤 曹冲的 称相 结果也还挺好 继续 所有火力都要集中在捉紧的位置上 关心是被对方疯狂 穷追不舍的打 对 对方火攻没有打中 比较遗憾 嗯 吃个桃 刚才应该有一个八卦阵是吧 称相的时候 嗯 好像我看 我看着好像有个防具 没看没看没看清楚是什么 好 选择了 不挂着防具 这是一个 第一发坠口 第一发坠口 感觉好像能拼中的吧 哎呦 好吧 虽然出的很快 但是Q点 对 不过出什么都没有 人家是K 人家是K 什么都没有 对 不知道方法还要更大的点数 如果没有的话 就得靠摸去摸更大点数了 一个6被挪走了 不太关键 不太关键 一个6是不太关键的 看你能不能关注甘宁了 人家甘宁是刷过手机卡的吧 好 推中瑶 因为这个中瑶是团队的一个 就是辅助点 加上奶 对 因为其实推中瑶的核心点 就是没有胆量去推曹冲 对吧 就是曹冲这个点 推着推不下来太危险 朱瑶还凑晃 哎 变成变成变成佛王后 那么佛王后待会儿 只能是依靠手中的牌的点数 来去 来去 关注甘宁了 当然关注甘宁 真的很关键啊 甘宁如果关不入的话 后面的牌很难打的 除非老天眷顾 朱瑶锦手里有草花 朱瑶锦看着自己手里的草花很难受 嗯 就像上把的主录 看着自己手里那个爪黄飞电很难受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像是这边直接交了无写出来 OK 十一点 这要是把甘宁关了 这要是九杀中了甘宁 把甘宁关了 那就成小蚯蚓了 嗯 小青龙变小蚯蚓 对 小青龙变小爬虫了 小青龙 啊 真的中了 中了 好痛啊 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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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能九杀中一个八号位 可以可刷手细卡的一个甘宁 然后最小是九点 九点 大鱼 大鱼东西九点 啊好吧 好悬呀 哎呀 他永远是12点 甘宁出来了 又再次越狱 对 这个甘宁越狱是非常关键的动作 相当于甘宁起习立下风 对 接着接着赶紧把防红枪手牌也拆掉 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这边用一张乐去拆了一点 没有没有 乐都要贴了一点 吓一跳 我还说 这不对 这个动作 对吧 对 不科学 对 贴着也没有问题 贴着也没有问题 但是也过了人家 诸葛景看这次能不能有强热的动作 这边离点 这边甘宁也是 能让闪拿掉吧 用闪 方片闪 然后中央可以尝试九杀一下诸葛景 嗯 反正诸 好的好的 把这张闪了 还挺好的 其实也 挺好的 对 甘宁这边也是为了要跟 呃 几方的夏侯市 乔石过牌 所以呢 没有选择拆掉佛王后最后的一张手牌 对的 嗯 不过人家夏侯市这边是可以给诸葛景 补亮牌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嗯 因为夏侯市在这一轮次呢 也是过了好多牌啊 对 然后夏侯市又是完全不拒你佛王后封我 你能封我什么 对吧 你什么都封不了我 这边顺一发中摇 哎呀 中山没有牌了 待会想九杀这个事情很难 很难 伴随着佛王后两次关 布链诗和甘宁失败 牌局的节奏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落入到了南方的手中 没错 你看又变成了那样 我推你中摇 你曹冲放弃自己回合 我推你中摇 你放弃 放弃着放弃着 牌 就没了 就打不过了 是的 那后面的流程就会比较简单了 后面的流程就是暖一直推中摇 嗯 啊 冷呢 一直没有作为 对 之后 哎呀 恭喜竹路3比0 这边下游市是拿弩呢 还是拿酒呢 我觉得呢 有可能啊 那杀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取决于下游市手牌的一个情况 对 因为我跟红架是并不知道他的牌的 知道的话就好 哎呀 主路3比0了 还差一把 这局虽然没有结束 但是 已经真的是进入暖色的一个节奏了 因为冷色方试图去推掉桌紧的过程中 阻碍重重 然后呢 下游市 就是因为你推出了紧嘛 下游市压力自然就小 下游市压力一小呢 在自己的回合内 做的事情比较多 主要还是乔石发的比较顺利 是的 对 就跟第一把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说第一把 主路这边是一个王姬邓爱的组合 但是他们的敌人是一样的 他们的敌人依旧是中摇 依旧是曹冲 对 也依旧是理点 说了半天 这个消失 吴古红拿的什么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更恐怖 铁锁连环可是一个更恐怖的东西 因为是直接可以连了中摇跟福王后 不是 好恐怖呀 您好恐怖呀 您 太恐怖了 果然是非常恐怖 我们看到这样铁锁连环 发挥了致命的功效 对吧 你看这么多张烟雨 你以为哪来的 对 都是一张铁锁连环换出来的 一个酒火杀 又一个丹火杀 将中摇又打掉一血 打到一血 说你还想酒杀我 牢牢 我还没打你呢 小青龙这边虽然看不清表情 但大体意思好像是挺惬意 凹行于天空中的小青龙 能慢慢见这种东西 哎呀 这种酒杀 这个酒杀秒掉诸葛锦的机会 真是太小了 但我感觉有可能砍中 因为诸葛锦的那张鸣闪 被李典的那个乐盘店香化掉了 五五分钟的时候 诸葛锦拿的什么 砍中了 五五分钟诸葛锦拿的时候 我假装没有听到这个问题 居然问了我第二句 他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你就你就说不关键不关键 对吧 不关键不关键 导致我无法回避 难道 爆炸了 哥的妈呀 天呐 人家就是大叔这一酒杀了 两张牌就闷了一个酒杀 青龙现在已经不是很惬意的样子 小青龙 往后一倒 这是考验青龙这个椅子质量的时刻到来了 小青龙很不开心呀 那肯定的呀 不过 这个局面现在变得有一点蛆 有一点不一样了 有一点不一样了 这球员夏和士 对 好 推夏和士 本来你们的冷煮是健康的 对 这边过去走 给张K美滋滋 是可以打的 本来以为夏和士动完中瑶会死 就没想到中瑶动完桌锦死了 就这一点来说充分体现了冷色方 在中瑶第一回合尝试杀诸葛锦的时候 他的战术目标是非常合理的 那这个合理的战术目标呢 就导致了最终真是抓住了诸葛锦的破绽 他能不能关注你这个福王后能不能追恐住一次 就追那么一次行不行 一次就好 真的是一次就好 你追上一次看能不能追住了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无路坠坠坠不安 福王后也坠坠不安 没赢 而且是拿酒 乌链丝用一张红牌齐齐 福王后拆掉了一壶酒 非常厉害 甘宁是拿黑牌拆 我是拿红牌拆 无中朋友 乌链丝 这个讲道理啊 我觉得甘宁第一回合 也不能说不对 也不能说不对 但是甘宁第一回合不拆福王后那个牌吧 总之说就中暗就会有后患 中暗就会有后患 对这边反扰 中央要死 中央就是因为凉血 所以才有这么尴尬的局面 你看看不拆一张牌是不是有后患 甘宁如果刚才自己回合得拆了方张牌多好 所以说表面上看 十分小时少过一张牌 但是其实真的少很多麻烦朋友 对吧 就是说 乔石这个技能 其实在昨天的比赛中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的 昨天很多张和在大优势的时候 不去控对方 不去偷别人 就为了乔石 导致几尽输掉 对 今天反正乔石就是有利有弊 对 这就像那个糖果的房屋一样 你看起来你是在这个拿糖果吃 吃蛋糕很开心 但其实 小青龙要被拼了 小青龙能不能翱翔于天 抱歉 小爬虫 这是个 关注了小青龙 靠自己的手磨了一张坑一点 小青龙被关了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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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哇 他有可能能动 他也有可能是这样 对吧 对 他可能 上回我小青龙能动做了什么呢 那个也就乐了一手 乐了一手 这个 那些 然后也就过了 而且那个乐 还有点不讲道理的背锅 因为判了个红桃 那个红桃把诸葛剑的闪给弄掉了 所以就给你死了 这是一个不讲道理背锅 青龙做了一个祈祷的动作 他刚才做了一个 哇 小青龙很紧张呀 在祈祷什么事情 这个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 他现在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跟 跟新商有关的东西 哇 这边进行立波操作呀 对 发送了脑电波 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 半新商都是逐游队的传统 哇 进行了一波脑电波 开始使用玄学了 我排局方面少一个人 使用玄学 把神秘的神秘的玄学力量 然后冷方天的还是比较危险的 古定刀 中瑶再见 中瑶 也不一定看曹冲 不一定 是不是八卦的了 来曹冲告诉 不一定 好 抱歉 非常棒 对 那 刚才他祈祷的事情 应该就是这件事情了吧 祈祷什么 八卦的别被拆掉吧 反正那个八卦应该是从头就有的 应该是从头就有的一个八卦 就是第一轮的那个 对 那 他又开始了 开始抽搐了 对 说中瑶吃个头 中瑶是不能吃的 说 这个桃吃掉的话 也还好 反正 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 那 如果到下车 肝冲能动的话 肝冲直接把这双手牌拆掉 然后下车是滚到剁过去 您的曹冲怎么保护它呢 不是 那反正曹冲也会被拆 曹冲也是空城的 对 反正我觉得 也一样 也一样 对 好 那 不然是说不等那个 不等他们这边来操作了 我这边来 我这边来 雷沙 黑桃雷沙 曹冲的雷沙 行创舞剑之前能过一个 要把福王后带走 要把福王后带走 曹冲表示 李典有没有货 李典 曹冲表示 心有余力不足 哎呀 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 关键时刻救回来了 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了 什么心有余而利益 什么之类的 那个闪是什么来的 那个闪是多少点来的 一晃而过的闪 对吧 知道了 一晃而过的闪 对 这种局面下 这个社长相当尴尬 明了两个装备 连个短话闭电都没有 还好意思出来打牌 对吧 然后这名短话闭电影 你就顺不着我了 但是这个古顶高 是一直悬在中摇的头顶的 对吧 冷色方虽然是在苦苦支撑 但是奈何冷色方的这个输出 实在是太不给力了 难道你又能 关一轮小青龙吗 哇 这个如果再关 七点 小青龙只有八点 几乎将将被关住 小青龙 有欲了 搞一些事情 解词用它五件 然后 这就是下游市没杀 对吧 学长能多过一张牌 好的 中摇先再见了 中摇死了 中摇再见 中摇见之后的话 干净是可以考虑普通沙沙 佛皇后的 也很讨厌 普通沙沙 佛皇后 佛皇后 可以 可以 可以求援曹冲 对吧 对 所以还是比较讨厌 比较讨厌 甘板野后 佛皇后 可以求空手牌的人了 对 这位就先限制吧 不管别的了 先限制手牌吧 把手牌限制好 还是要杀 死了 雷沙 求超通吧 没有选择了 朋友 他其实可以求下游市 然后呢 然后下游市就掉血量 所以我本来以为 干净会是个普通沙 来做这个动作 而不是雷沙 做这个动作 是的 是吧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因为你普通沙的话 他就只能求超充 所以这个等于 宝浩也死在这了 是宝儿真丁的事情 于是冷色又陷入了 一个很大的危机 虽然自己是先斩杀了 对方的诸葛锦 所以我感觉发现 自己是否要拆藤甲 可能要 考虑一下 是的 感觉被翻盘 好像就是火攻 或者是距离火杀 有弩 火扇子 实在是没得可拆了 就是把弩扔掉 把弩扔掉 遇免出现问题 火攻自己调皮一下 反正这个无所谓 是的 火攻下后是亮牌不好 他不是亮自己的牌 对 他核心也就是把火攻要用掉 把火攻要用掉 给你看 我有陶 还有没有 我有陶 我小青龙有陶 小青龙缓了一口气 非常紧张 这个正常 青钢剑 这就 这就不好了 一 火攻 好 火攻 三 可以 还是拿三张吧 对 把闪稍微的调一调 把颜色稍微调一调 虽然这个火攻 应该是不会击杀下后市 但是会让下后市 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干凌那边是明确的 有一张桃能救命的 小青龙是自己这边 也是过了很多的牌 要拆火攻 拆了唐一结议 韩冰剑 完了 这个火攻可能保不住了 有闪 有闪 拿的是沙刚才 现在草花沙 火攻 两张未知牌 草花沙 火攻 两张未知牌 我们看草虫的回合 先顺手牵羊 对 凑一下没有的颜色 哎呀 又被无险了 对 其实变相也是一个 骗无险的动作 但这个动作很可能显示着 但人家还有一张无险 那就 没有打的 没有打的 那就 直接叫无险 的确是非常无险了 二打三比较难 二打三真的比较难 这个时候 冷静的分析 根据场上的情况 冷煮满血 然后下午室这边 藤甲三装备 场上冷方只剩曹冲和离点的话 其实冷方有一种 最快捷的翻盘方式 嗯 那就是祈祷 暖方用的是歌滑的网 他们是有可能翻盘的 如果说这个时候 布列师和甘宁全部掉线 离点和曹冲是能秒了下午室的 嗯 还是有种可能的 对 哎呀 歌滑歌滑你在哪里啊 这两名选手 应该都不太会是歌滑的网 你要说青龙这个网是歌滑的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啊 他的家伙 对 因为北京北京来说的话 歌滑的覆盖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那个有些电视是他们家 所以几乎家家都有歌滑的有些电视 歌滑在帮大家借网瘾 就只要连着歌滑的网就玩不了游戏 对对对 这个说法是非常的 就非常准确吧 非常准确的 那主录这把有惊无险 小青龙再次玄学 哎呀 小青龙今天这表演 一套一套的 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因为还是我说的那 就是逐鹿什么 今天做出怎样的行为算有意义 那就是逐鹿今天 4比0 算赢一局 如果是3比0 或者是2比0都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哇小青龙这边开始发功了 好的 顶住啊 现在根性手里是有一个 算是明桃吧 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桃子存在 当然我们知道对手也知道 因为就是 就是非要火攻自己亮出来 还有两张牌 他都亮桃 那就是另一张也是桃 对呀 那如此之闻 对小青龙还是要 表演一部 所以这一波其实回过头来看的话 冷册方可能直接杀夏侯氏 是唯一的 唯一的解决思路 唯一的解决方思路 在最开始 从第一刀开始 就是从重要这个点 就不要奔夏侯氏去 所以曹冲的那个斧子 可能也是 后装的 对吧 也没办法 对 直接火力就稍微分散了一些 因为确确实实推掉了 如果紧 也并没有给自己方带来多大的利益 他们马上就可以推死离点了 所以对于冷方来说 自己距离终点 胜利的终点是越来越近了 对的 好 可以把甘宁的牌 当然他也有可能先打一下 实在不行 就把曹冲的牌给利点 或者是把利点的牌给曹冲 反之亦然 利点两牌 我推荐安续一下 安续甘宁的牌给夏侯氏 不安续 不安续 那就是甘宁能打死利点 对的 小青龙都不抽出了 那就是利点死了 嗯 啊 利点死了 国河拆小青钢剑 他应该是有四张拆 能够把利点和曹冲全部拆光 然后一张沙带走利点 一张乐福斯数 好吧 这个动作是可以可以 那为什么不安续呢 可以考虑杀一刀的 啊 青龙非常的失望和懊恼 所望 又过了 过了之后 利点绝对逃出 可以再来一波 但是被诬陷了 但是被甘宁诬陷了 哎 这个牌 我想想 甘宁刚才是有用杀 用杀拆过一张对吧 所以他其实是只差一张牌 那就可以拆光曹冲跟利点的 只差一点点 他就是不想冒这一点风险 对 他仅仅是不想冒这一点点的风险 赵宝小毛 九杀利点吗 还是竹路赢的 九杀利点 曹冲我们办法 没有办法 还是竹路赢的 好 那恭喜竹路拿下了第三局 清楚的表现是非常真实 也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因为对于竹路来说 现在心里压力太大了 没错 今天必须得4比0 对 就是今天累死也要4比0 对 竹路这局上的三名 上的四名武将呢 都是上场率非常高的武将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前三 就是上场率排名前三的三个武将 诸葛锦不连事消失 都是被这边直接上出来了 上来之后的话 再补上一个肝宁 肝宁这个点也是非常的稳 非常的稳健 对 反正小青龙刚才那一波表演 在摄像头里 就是竹路所有成员 不管是包括关心 就算关心脸上 或者是肢体语言没有那么丰富 但他内心绝对是那样的 是的 竹路现在就是到要命的时候了 就是这4比0 好 那么一切归零 那么就看下一把比赛能不能赢 我们首先还是可以回顾一下 上一场比赛的搬险将的过程 看一下这局 其实单格花的一个位置 对于双方来说 公平性是比较高一些的 是的 对 然后这边也是 无双也是不错 先推掉诸葛锦 算是先下一城 但是这个火力 也是忌惮于布脸师这边 其实一支装备 什么都还凑合 上把无双如果 趴到福王后 能多关几次人 不许就赢了 对 点数还是太尴尬 每次Q撞K Q撞Q 而且福王后 就是好不容易关注一次干宁吧 人家干宁挂俩装备过 对吧 并没有损失 而且跟 挂俩装备 还有桥石 跟夏侯士桥石配合也非常好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确确实实夏侯士是一个很强力的武将 对 虽然在我们比赛中 一度发挥的不是很顺畅 但是呢 这次比赛也是充分的证明了自己 充分的证明了自己 足足今天表现也是非常好 对 然后如果夏侯士下一场再上 并且获胜的话呢 他们的上 他的上场数将到70 胜场数将到35 也就是有50%的胜率了 这个是一路走来啊 夏侯士的胜率最低的时候 大概低到25%的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涨 就最近一段时间的话 夏侯士的胜率 因为夏侯士之前老是第一轮就死 对 第一轮就暴毙 第一轮就暴毙 对对对 老是被硬推掉 但是这次的话就稍微好一些啊 终于是稳住了 稳住了这个阵脚 好 那我们还是把奖抽掉吧 还是我们的皮肤包作为奖品 抽奖抽给大家 大家在com比赛的同时 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每局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皮肤包 通过后台抽奖的方式抽给大家 大家的话只需要回复私信 就可以领取到这个皮肤包 同时的话 我们应该还有一个五样预测 就是结果预测 应该是在下一局比赛的预测会有 对 然后稀住路和wakeup 不知道还 就那个预测现在关闭了没有 因为那个预测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它不是无限的去预测 大家进去可以去社区看一下 OK 那双方的选将 主路这边是刷牌阵 然后无双这边是以血换牌阵 最后无双虽然说是利用巨大的代价 斩杀掉了 成功地斩杀掉了诸葛锦 当时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剧情 就是小青龙这边先给 李典贴乐 李典添过红桃 导致观星不得不尝试去缓事 然后 李典这边消耗掉了 观星这边被安续过来的明闪 最后这是他的唯一一张闪 然后中瑶 无双的中瑶之一一击九杀 呼啸而至的九杀 把观星打死了 打死了之后 看起来无双是有人头优势的 但是无双这边 由于前期 因为开场就提过他们是以血换牌阵 那么他们的皇后和中瑶 都是比较危险的 最后 在多次与小氏 布链尸和甘宁的 这个一轮又一轮的较量中 终究是 由于排差不足而落败了 所以最后 恭喜竹鹿 拿下了第三场比赛 打出了三比零 但还是那句话 这个三比零 听起来挺炫的 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这把能不能赢 是的 三比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率呢 三比零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下一场 西竹鹿和NV Cup打平了 那么竹鹿就晋级了 对 如果人家没打平 那谁赢谁晋级 竹鹿就要靠边站 所以还是我们 我跟皇家开场就说的那些话 今天竹鹿是必须得四比零 没错 不四比零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今天的比赛是白打的 对 就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非常非常危险 你还得你的命脉掌握在其他两只战斗 必须得打平 这个是非常难的 没错没错 对面就是言也给你演不平 这个难 所以竹鹿的心理压力 就像刚才小青龙在摄像头中那么真实的表现 就是抓耳挠塞 对 时而激动的像一个孩子 时而紧张的不敢喘气 非常非常真实 对 关系到三百万元宝究竟花乐谁家 谁都不能送钱 是的 所以这个也其实看到说 很多队伍在开始的前面轮次的比赛当中 对吧 表现比较良好 比如像Casper之类的 刘岭之类的 老司机 除了网络 对 所以他们这就到现在就比较安心 对吧 你看刘岭和Casper尤其是这种状态 人家就现在踏踏踏实是稳坐钓鱼台 你们爱啥啥 反正我进了 这一轮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你们再捏汗 再咬牙顿 我们都OK了 吃着水果 然后喝着饮料 没错 看你们互私 对对对 而且人家都是逼平和比分 就差不多了 不像你们这种说必须得赢 而且还得大赢 才能够怎么样 横扫多难 是的 横扫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是的 对了 洪家老师 咱们本次SAL的四次的比赛中 出现过几次横扫 两三次吧 大概 并不多 并不多 第一场应该是 就第一场Casper打 Casper打 Casper打Best 第一场 然后直接就横扫了 直接Casper就横扫对手 这是第一次横扫 然后后面露出续续 可能还有一次到两次的情况 包括因为断线 然后尤恩图斯跟 对 那次也 我们也算做横扫 也算做横扫 对 就是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好像还有一次 说Casper打 还是Casper打主录吧 谁打主录 Casper是打主录 不知道 打主录说打过一次 说 那肯定不是我解说的 我要是解说绝对记得 是吧 我今天听这个念叨了 说好像又打过一个4比0 说不太触 横扫还是非常难的 对 所以说今天打成了3比0 主录这边应该还是非常紧张 应该横扫比赛对于选手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非常非常高的稳定性 参加比赛其实是一件非常紧张刺激的事情 特别是在这种生死关头 没错 你要是能横扫就能晋级 你要是不能横扫 哇就有可能晋级不了 在这个时候选手就会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整个内心里都揪起来了 你的这个肾上腺素飙升啊 飙升的 飙升的那种感觉 他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抵御自己的身体反应 对 发挥出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逐鹿精神 没错没错 所以说三伯拉比赛呢 深圳是智力的比拼 智力的大比拼 好的 矿石之战 关于逐鹿生死之战 第四场开始了 这把对于逐鹿来说 哇 二三五八 无双的二三五八位好有考验啊 暖色的最先 最优位 暖色最优位 那上一个降池是暖色的唯一优位 但是在这个降池呢 人家暖色就算不是二三五八 有时候也不会也还不错 所以说这个版本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这个暖色最强位 所以暖色是要 首先是充分利用二三五的位置 去加击四毫位 其次的话呢 四毫位估计又是个中药 对 其次的话呢 就是 根据对方的一四号位的选将 然后避免一些比较暴力的组合 被对方抓掉 就OK了 无双这边可能是比较讨厌上一局的不练师 然后把不练师给绊掉了 对 实际上来说的话 不练师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冷色方也是绊掉了中药 表示自己四位无上中药 我觉得二三就拿弥足 不要拿什么下猴士了 对 拿弥足干他了 对 这事是这样 就是狭路消防勇者胜 这事反正是一锤子买卖 你就是为了拼 对吧 慢慢打 实话咱说的稍微什么讲 慢慢打 你们还真未必打得过人家 对吧 你看SAL很多获胜的比赛都是由弥足 这个暴将 直接就是第一波 我就是排毒 排毒我牛逼 这边一个离点 那一四号位 没有李国家 胆子非常大 那我们常见的战术 叫三号位上国家 然后五号位上拘兽 上一个容器 上一个拘兽 这个容器 拘兽吧 拘兽比延连文组强得多 对 延连文组上的非常少 我们分下两个数据 拘兽目前是12次登场 8次获胜 11.8%的上场率 和66.7%的胜率 这个胜率是很高很高的一个胜率了 这时候必须抓诸葛锦 一定要抓诸葛锦 66.7的胜率是 所有上场超过10 10次的武将里面 最高的一个胜率 而延连文组目前只上过一次 当然赢了 所以延连文组目前胜率百分大 目前是个百分百胜率的延连文组 6号甘宁 7号诸葛锦 哇 藏王文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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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要有关键的办法 那是比抓诸葛锦和那个 那个甘宁好得多 这一手非常有 有思路 为了应对文聘 选择了一个貂蝉 看一下双方的主攻位是什么 这边我们刚才是看到了有手牌的一个状态 冷色直接选择反推暖主 这个暖主 特别脆 对 这个暖主还真不一定就怎么样 那我们看见迷入的牌还真是有点 有点能打的意思 现在其实对于暖色来说是急需用比较特别的方式把文聘的血量压下来 这个很难操作的事情 但是不得不操作成功 比如说铁锁连环练一下国家文聘 然后一个酒火奔国家 对吧 这个文聘一下就很难受 但是呢 呃 这个动作之后 能不能把下回事推掉 或者能不能后续的后续操作就要再看了 对 嗯 铁锁连环有没有 因为如果没有铁锁的话 反正难一些啊 当然哎呀南蛮入侵 说是吃那是块 最关键的牌已经出来了 这番南蛮入侵会让 呃 冷色方获得很大的优势 下方是为此要交一张无蟹给国家 然后拘手也反交一张无蟹 国家卖这一根血 卖这一次血还是很重要的 迷入再次交出无蟹 一记这一点上双方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是的 好的 要成功 外面可能还有飘了一张无蟹 但是呢 呃 对于暖色来说 如果暖色还有一张无蟹的话 他可能要考虑留住去防拘兽的众乐 所以从这个点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不交也就不交了 毕竟离点这边呢 有可能是已经是确保自己可以多次去让国家出发一记了 是的 国家拆桥直接指文聘 这也是一个釜底抽新的思路 因为如果文聘的牌呃 手牌被消耗掉的话 那他也就变成了一个废物 是的 当然下楼市在自己回合结束的时候是可以文聘补的 所以 尝试让文聘空城了 对 你交吧 交出来之后 对吧 但是可以阵位 然后把这张杀引到自己身上 然后自己身上是比较合的 然后通过麦格写的这个方式 再让曹王第一张牌过来 使得离点的两张 对 使得离点的这个两张过拆呢 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曹王没有闪 对 但是现在因为国家的血量已经被压低了 就那个曹王文聘的血量已经被压低了 所以 国家可能可以考虑反刷 可能可以考虑反刷 好的 开始反刷一下 国家理发火攻应该是指向自己 这样的话 那也就是说当前的文聘 是无法保护冷房的队友 对 但是随着队友的这个血量一变化就可以保护了 所以实际上还是要想一些办法去把文聘的血量压低一些 或者说就是即使你不愿意这么做 但也有可能不得不直接打文聘了 其实文聘的文聘的登场让暖色非常的难受 整个理点国家的体系 因为文聘的原因很很就是很很很很被压制吧 这个曹王文聘还是非常让人难受的 是的 我看虽然理点拆了两张文聘 那文聘的手排数 又回到了四张 这样的话 局数抱不起来了呀 刷国家的这个行为被文聘给证位掉了 OK 卡一刀下午试 还是这局会比较快呢 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 雕像这边有可能直接会被打掉的 关键刁谈这个点 有一点点绷不住的感觉 我还想看看小猫是什么样的 小猫应该也挺可爱的 因为从那个我们从图片上看到的 只是说就是真人的话 一般可能比较害羞一点 就没有选择让我们去看到 姚常在自宾死 这把还真的 对于暖方来说形势比较严重 雕蚕是个主 雕蚕要是个钟什么的 这把可能还有的打 对 这张乐不思组 这张乐不思组 可以把文聘的血压低以后 对 还有的打 明明的血压低 可能就甚至连斩杀文聘都不用了 直接去打迷主就行 但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挺不过去 天过 好 妖蚕是能动的 那形势就有一点点小的区别了 双五中生有 对 因为能动的话 白银湿的 白银湿的扔出去 离间 血又回来了 厉害了 古定刀 古定刀 还是用白银去离间 要规压掉鞋 还是想规压掉鞋 因为这个阵型 还是希望按照既定的规划来去打 对 非常赚的 貂蚕这个点 之前只上过五次 但只有一次获胜 基本上 貂蚕大部分都会上 我记得他喜欢 特别喜欢用貂蚕去串联曹冲和理点 对 但是每次串联老婆 让人曹真 然后就 对 特别容易崩 而且那个曹真好像还是 露露是吧 对 因为貂蚕相对来说 还是太脆了 还是太脆了 但是文聘也没有往哪去 文聘之前是很惨的 但是目前的话 19次上场 8次获胜 也已经接近一个比较好的标准了 至少胜率超40%了 然后曹昂还是 也还可以吧 8次上场 3次获胜 37%的胜率 对 但是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 曹昂文聘并没有 像其他比赛当中 出现频率 不像其他比赛 那么多 对吧 那这场比赛的话 应该是我们 今天下午 就是5点这一场的 最后一局比赛 是的 这局打完之后的话 我们会在晚上8点 为大家带来 SL夏季赛 4v4项目 常规赛 第七轮 第四场比赛 也就是最后的 一场比赛 西竹路 对阵VCUP 欢迎大家到时候 来收看 来收看 相信会有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的对局 带给大家 老司机是10分14胜场 是吧 对 10分14 这就是为什么 逐路必须得横爽 对 这样的话 这是逐路就10分15胜场 对 他要 他在踩在老司机之前 这边曹王给了文聘 补了一张纱过去 这边想这些纱文聘 已经很难了 曹王文聘两个人 真是稳如狗 话音刚落掉鞋了 话音刚落掉鞋了 可能会给曹王 无所谓 可以给曹王 看国家这一波 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 要去杀下国士了 这代表着什么都够不到 什么都做不了 感觉希望就寄托于 玉昌这边的拘兽了 如果能不被骚扰的话 那是六排的拘兽 烟雨 排是可以继续补给文聘的 因为只要文聘这边 不被推倒 自己的其他的冷色队友 都是比较安全的状态 因为就比如你打小号射 你可以打一格 打完一格之后 那小号射又进入了 保护范围 看一下这个拘兽 黑桃Q的轨道 我们搞一些事情 黑桃的绝影 继续五点的轨道 五换五 小青龙能护住他吗 给这个桃子过去 但是血量会被压下来 这个时候如果 拘兽能够成功贴一张乐 还是太难了 那文聘我会再次回到三级的血量 曹昂对于脆皮武将的保护 还是太到位了 是的 文聘本来是一个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一个武将 然后但是曹昂就会让他 可能牺牲不会那么惨重 也可以完成一个保护 解锁的貂蝉和离点 现在想想 上轮貂蝉幸亏天过了 有距离吗 重续 冠石 继续的杀 貂蝉 但是提到连环是连着离点的 所以 如果重要的话 离点是能够再过一张牌 闪 这个闪交的 应该是有两张闪 对 就是觉得不关键 因为你 我知道你的牌富裕 但我的牌也富裕 咱们就这样了 看一下曹昂能不能再掏出一个距离 继续去骚扰小猫 嗯 收拾条结束 曹昂 骑铃弓 九 一定是有闪的 这个 一定是有闪 这个如果没有闪的话 那貂蝉刚才是属于分包的 这个包也挺大 啊 对 这个包 就这种 这种包就非常大了 属于 但是并没有出现那么可怕的情况 貂蝉 这波看能不能来一波三杀 虽然说三杀会使自己空虚 但竟然已经是 对 劣势 没错 而且 刀传曹昂和文凭 可以 如果我杀的话可以完成了 然后国家 我就想说国家 国家 文凭和曹昂 嗯 看来 打国家的 是杀吗 出牌了 哎呀 我还以为什么玩意儿呢 结果是什么章子段 那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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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什么玩意儿 对 好吧 好吧 继续理解 现在好消息是说只要能够再去 只要能再去把文凭的写 压掉一格 文凭对于对我的保护能力就很弱了 对 但是呢 呃 而且还得处理掉 讨厌的灌石斧和麒麟弓 OK 刷牌 两牌一血 换四牌 四牌以及云牌的能力 再开一个南蛮入侵 这个南蛮入侵真的是好 嗯 太棒了 给了冷色方翻盘的机会 其实是会说给了暖色方无限的可能 因为这张南蛮入侵会让文凭和曹昂都陷入到一个 呃 血量很低的状态 同时也会给居兽这个位置补充一轮手牌 然后紧接着要动得下欧式呢 在之前的所有轮次内都没能对貂蝉构成任何威胁 哇 这个南蛮入侵 改变地貌特征了呀 简直 嗯 这个牌局瞬间不一样了 这样文凭变成了一个纯白板 你点这边 还能有什么动作 火攻 这个如果收要文凭的话 局面真的不一样了 各位观众局面真的不一样了 逐温已经觉得装在兜里的胜利 难道就要这样被带走 哇 火攻命中了 文凭一发桃圆结议 这发桃圆结议应该是忘戏来的吗 还是 他没有对他忘戏 那这样桃圆结议是文凭留在手里的 文凭倒了 哇 文凭倒了 文凭倒了 文凭死了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那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推这个冷方的曹王了 会去开始打迷竹就完事了 对 但是他们得传转器 传转器 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一些喘气的时间 是的 这个街道没车就只能这样去指定 好 刀拿下来 弥竹的刀一被拿下来 那 貂蝉一下变得更加的安全了 因为刚才青光剑直接先破加一码 后破八卦阵 两个东西都破 貂蝉以防御的装备完全没有用处 看国家怎么办 游戏啊 看关心这一波了 关心这一波能不能打出一个脸破 因为夏侯士还是可以 就是在杀完之后 依旧可以重铸自己的杀 这个夏侯士的这个出牌阶段 应该是他们 哇 乐不思蜀 厉害了 刚才有读条吗 好像没有吧 所以各位观众为了节目效果 能不能这种乐 对 为了节目效果 请大家 允许我任性一次上 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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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每次都是这样 我一喊上 问题就解决了 对吧 都不用喊后面的字 那九张牌的 九张牌的拘手 这个是比较凶的 这个 我根本就不信你 过不到逃 这个这一波肯定是要过到逃 甚至有可能这二十张牌都没有 看一下 先装了一个方片K的加一码 要接方片的树上青瑶 把顿给我拿来 然后直接草花的盾 草花盾的话 至少可以接到草花杀 所以这个就搁手里先不管 咱们看怎么往二 或者往草花上去接 方片顺先接到了方片K的子鑫 但是K是比较难的 K接接方片杀 但是指的目标是指向了曹王 是不是代表着曹王已经死了 因为有弩了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牌不好 怎么可能打曹王 那也就是说在拘收的视角 现在曹王就是肿中枯骨 关中死尸 是的 你小青龙 我今天就是要 我哪吒三太子 就是要收了你 是的 这个曹王现在就等于是谁呢 等于是那个叫宛容的大乔 一位一人大乔 对吧 当你成为杀的目标的时候 你会 你可以摸一张牌 对对对对 就这个动作了 现在曹王因为没有队友 去保护情况下 哇这是 你猜不九杀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因为九十刚过到 只能这么理解了 只能这么理解了 你就一张破杀 你打这个曹王干啥 他是觉得打下 我肯定打不死 打曹王的话 之后只要曹王是一血 我就可以通过 离见曹王跟居舍 或者离见曹王跟李典 说的好 你可以去让貂蝉 把曹王收掉 说的好 不愧是洪家老师 对吧 但是就是他们就是 我要冒一个风险 就是我觉得 给曹王过一张牌 曹王也打不掉貂蝉 对 然后呢 就可以利用 曹王的低血线 这样我可以 对 一发南蛮入气 看貂蝉还能活吗 其实这就是 就是貂蝉能活 李典还能活吗 李典能活 国家还能活吗 所以 这个南蛮总是要有人倒下的 所以这个南蛮是哪来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南蛮是哪来的 回头给采访一下小青龙 有可能是从居首里牵了的 居首也不敢放 因为就是 对吧 就曹王放了 那个貂蝉死 那居首放 那么曹王也死 一样的逻辑 但是居首应该还是有桃子的 还是有桃子的 现在就这个问题不关键 当时还这个问题不关键 关键的问题是后边那哥俩 是不是还都能活下来 那哥俩好危险的 对 关键问题不是貂蝉死不死 是后边那两个怎么办 对吧 我们相信居首 那么一大把的气球之后 有一两个桃子还是很正常的 那 是不是可以说一些恭喜之类的话了 万籁无声的南蛮入侵 对 万籁无声 然后就是 其实是变成了 李典和国家 如果只能留下一个 你要留下谁 貂蝉不能不留 对吧 貂蝉不能不留的情况下 李典国家只能留一个 你要留下谁 然后现在曹王是要顶着这个盾 直接去 没有属性杀这个动作 如果有属性杀的话 是可以直接连的 这边想到杀李典 这个 这个是可以考虑顶着盾 直接推交产的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好吧 只说可以考虑 吃了个桃 吃了个桃的话 当然就直接可以离间曹王和弥竹 然后一刀杀向曹王 对吧 又吃一桃的话 就可以离间弥竹跟曹王 然后一刀杀向弥竹 打另一边就完了 对 这个写多的一边就不要管了 咱们打写少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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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还是很开心的 说千军中弹 终于压在我一人剪头 且看我独立力挽狂澜 怎么大翻盘 且看我如何诡辩 杀一刀闪掉 离间肯定还是要离的 只有离间 只有离间弥竹有意义 现在的情况下 好的 弥竹也表示不背这个锅 写我不能交 好 看弥竹这边 弥竹是可以 因为弥竹的写 如果压不下来的话 他可以持续的给曹昂去补写 给肖室去补写 日子应该是没法过的 是普通沙还是酒沙 一个雷沙 那结束了 我觉得 很难了 应该是 即使调查永牌 可以保自己的命 离间倒下之后 指着待会拘兽裸爆发 可能性也是非常低了 倒了 倒了 应该是倒了 神秘约吗 神秘约 手里有可能有酒 好的 那 最终牵迪于法 有两局都是在逐鹿先 先损失队员的情况下 在先损失自己帮武将的情况下 顶住压力 顶住压力 这一局 逐鹿完成了他们不可能的任务 成功的以4比0的比分横扫了对手 收获自己的第4比0也 应该是比较稳的 我还是想知道 杀曹王那刀 曹王摸了什么 我觉得挺重要的 这是这把比赛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是的 老婆最好去跟选手问一下 反正他打完了也没什么事 你就问一下小青龙 小青龙 当时砍你那一刀 你看看那张牌是什么 告诉观众朋友们一下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好奇的 那么恭喜竹鹿如愿以偿 打出了一波4比0的横扫比分 在这一刻才有意义 享受这一刻吧 好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是有三支队已经铁定的进击了 这三支队的话 分别是我们 卡斯珀 卡斯珀 游领和竹鹿 好吧 我并不记在哪张纸后面 就是卡斯珀 游领竹鹿 三支队已经本人进击了 然后另外呢 有两支队已经铁定被淘汰 分别是无双和 应该是Best 对吧 无双和Best 两支队 是已经确定会被淘汰 然后现在的悬念 就集中在了 老司机西竹鹿和VCup VCup身上 首先是我们在8点钟 回答带来西竹鹿和VCup的比赛 对 然后西竹鹿和VCup的比赛当中 谁获胜了 谁就一定能晋级 是的 然后如果他们平了 游文图斯会晋级 游文图斯老司机会晋级 是的 如果他们平了 就是老司机晋级 谁赢了 就是谁晋级 这个是我之前算的一个结果 我们待会还是等 正式的大的积分表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这个积分表 再跟大家确认一遍 这个形式 黄家老师 这次算的是对的 是吧 对 我算对了 算对了 这次对了 太好了 绝对了 我一直是对我的头脑不太放心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之前部门组织出去玩 这些体检什么的 有过这么一个项目 就是检查你的 一个高科技的仪器 就是扫描 怎么着 它是特别沉浸 它是用一个定价法 感觉前方某个人可能要被黑了 定价法 定价法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 扫描完之后 说给你出一个价格 说冰封 你的大脑 500块钱一刻 就假设500块钱一刻 按刻数来算 对 然后 不是 扫描我大脑 这大脑 530块钱一刻 就差一些 差一些 然后或者稍微好一些 也都可以 然后 光老师很好奇 光老师 不是 你扫描 请不要把石头放到仪器内 你的大脑 3万块钱一刻 一下就比咱们都傻了 我操 我们就 这平常觉得光老师没有那么特别机智 3万块钱一刻 对吧 然后 后来说调查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大家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 冰封 如果我们想要这个20克冰封的脑子 那么需要切除冰封 比如一半的脑子 20克 需要我的20克脑子 切除 比如说 五分之三 20克 想要光老师 20克的脑子 需要凑30多个这样的人 才能凑出20克这样的脑子 所以物以稀为贵 这个3万块钱一刻 对 这个一直对脑子是不太 不太不太靠谱的 我以为仪器会说 请不要把石头放到仪器内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说不要把椰子放进来 是吧 请将椰子拿出去 椰子拿出去 对 那这也很好的 非常了不起 对吧 你看你脑子有椰汁吗 没有 对不对 人家有 人家有 算的肯定是对的 因为西朱罗和贝卡 只要赢了 谁赢了 就是11分 因为这个情况 我们昨天其实是不断地排了各种各样的分数出来 各种各样的分数出来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眼现在的情况 首先的话 Casper 应该是一个比较稳的 也不是很稳的第一 其实 因为 VCup 如果赢了的话 是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第一的身份的 VCup 获胜 是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第一的身份 是的 但是西朱罗获胜是不会威胁到Casper第一的身份 然后剩下的话 逐鹿和游领 因为都是15小分的比分 15小分的一个积分 所以 他们两个是很稳的在二三位之上 是的 然后他们两个具体的排名 需要看逐鹿和游领 他们之间比赛的一个结果 这个我们后续的话 去再核实一下就可以 这个并不难 或者已经核实过 也许就是逐鹿比游领稍微高一点 所以逐鹿排的比游领靠前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毕竟逐鹿曾经在三四五三个轮次上 连失过三局 所以是有可能失掉比赛的 然后紧接着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这边的话是10分 但是14小分 所以因为小分上的一点劣势 他一定不会超越游领和逐鹿 他就只能静静的 排在暂时排在第四的位置上 然后 Best因为不会再有比分的变动 所以他的名次不可能往上升 只会往下降 只会往下降 于是最后的Wakeup和西竹鹿两个队 会发生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如果平局的话 如果平局的话 都没戏 不对 如果平局的话 一分 我这脑子 我这脑子 好 如果平局的话 那是都没戏 两百俱伤 两百俱伤 真两百俱伤 真两百俱伤 对 就是鱼死网破的两百俱伤 然后如果Wakeup获胜 他们将击到十一分 在比分上与Casper持平 小分再说 对吧 对 如果是西竹鹿获胜 他们将击到十分 然后 小分一定会高于十四分 因为他们获胜的话 至少需要三个小分 才能获胜 所以他们至少是十五 或者十六小分 所以无论如何 都会把S勾挤出前四 感觉Wakeup和西竹鹿 就像在悬崖边上 战斗的两头雄狮一样 要不就是 打个平 谁也当不了大王 要不就谁打获胜了 就是森林之王 要不就两方撕咬着 同时坠入山谷 是的 反正是 一定要决出一个 森林之王 对 一定是决出一个 森林之王 平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看是什么样的狗熊 到底就是一只黑熊 和一只棕熊 两只熊之间 老司机肯定狠着叫 说你俩就打平吧 打平最好了 打平就我晋级了 现在老司机 老司机的状态 应该是说 红下能不能不说这么细 咱们就别 对吧 点这么细干嘛 要不就打平 我们其实只是说 跟观众说清楚 有什么情况 我相信 两支队伍一定 算得比我还明白 还清楚 每天就算这个 一天到晚 应该没有别的事情 可以去烦心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 五点场 就是我们下午上的直播 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八点场 还有一场直播 到时候的话 大家将跟我们一起见证 最终的一场比赛 也就是 2017 173 无双 忘了直战 SL 夏季赛 团队项目 斯维斯 常规赛 第七轮 第四场比赛 也是我们最后的比赛 那好 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 这局的上将 这局的话 无双这边是排出了一个 其实二三五位比较合理的组合 比较合理的组合 国家理点和拘兽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常见的暖色 需要去进的文聘 他们没有进 他们办了个不练师 对 然后就很怪 对 就是 这个对于无双来说 是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还是水平 技术上还有提高的空间 只能说 就是该进的这样不进 不该进的这样瞎进 对 我们在之前比较多数 经常见到他们 对吧 针对对手的策略 然后怎么怎么样 结果这局直接被针对 直接被针对 还是可能想的不够多 然后 逐鹿这边的话 就打得比较顺了 用文聘吸引了对方 所有的 所有的注意力 虽然说是 文聘阵亡掉了 但是最后 他们还是因为有血量的优势 最后斩杀掉了 同时斩杀掉了 哪方的 那个 李点和调查 可是我已经占尽了便宜 但是同时呢 也很尴尬 就是狙兽这边 但凡出一把弩 或者巨头这边 但凡稍微给了一点 其实情况都会大不一样 对吧 对 刚才委托导播去问的 小青龙摸的那张牌 到底是什么呀 导播麻烦反馈一下呗 我们到时候 争取下场比赛之前 跟选手去确认一下 好吧 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打曹王 也不实为一个方向 可以考虑去打 还是我说那个事情 就打了曹王之后 如果你理解 能把曹王弄死 而且又是迷入 又是主攻的话 你还跟他主攻的牌 给弃掉 当然可能就很小 但是有这方面的可行性 对 因为剩了三个点 你只有操作那点相对脆 对吧 只有操作那点相对脆一些 先从这点下手 也就从这点下手了 别的选择也不是很好做 也不是很好做 所以红枪这么一说 我就更好奇了 好的 对 那咱们 有没有抽奖 我们抽奖 抽奖 这个豪华皮肤包 豪华皮肤包抽奖 由导播在后台来抽出 我们五点场的直播 到此就要搞一段落了 那八点场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等大家 好吧 我们可能要换回正常的衣服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说比较辣眼睛 好吧 对 对 就是我们看吧 好吧 我们争取一下 对吧 因为你就是对了 对对 对 我就不让你期待看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 这个其实中外挺适合咱俩的 对吗 挺适合你的 因为你比较撑衣服 是吧 对 我比较瘦弱 身材就比较好 就可能不太适合这种 奇装异服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我也是特别羡慕冰峰 对吧 他能面不改 他心不跳的时候 这种话呢 我就不能 好吧 好 那我们比赛到此 高一段落 明八点 加赛 我晚上的火车 我晚上回回回下的 这是什么情况 还有不见 好 那我们八点 一会儿再见 不见不见 嗯 嗯 明八点 不能遍 四海风云前 四海风云前 三间三过去阴险 一时而清场 中后浩劫 满天了消夜 看那黄金起点 离风雨惊险 那质地万里 离雪过三千 情歌被水过 铁骑荡前 那冰荣乱线 风火连天 唱歌荡笑 又好奇冲天 我怎么扬天 共天涯掌前 为我风雨 很精彩之间 决战藏雄殿 当人一起解药 淘淘中间留着 安清朝 看处是为千儿身一道 道道天明重修 满岳飞鸟 黑月莲花在风雨亭前 三阴群战 它只为红颜 成龙威胁 我名副三千 举逐酒便遵险 当年风雪太惊 为国色胶前 处阴四线 又欲赞列迁 七星太初 而八卦阵线 这点年初世前 三分天下边 为九州江山沿 看今朝八九对月 绝在风华 明吹了千言之间 看那黄金起点 里风鸣经典 那池地万里里 雪过三千 金戈碑水 又贴气荡前 那冰荣难歇 风火连天 唱歌当笑 又好些重天 我怎么扬辩 等天涯长迁 为我风鸣 等轻在指尖 还不盼流连 年载片片 我音声破茧 那白发荡言 大忧生荡言 三千世间 过夜云烟亮 唱歌当笑 又好奇重天 我特马扬辩 等天涯长迁 为我风鸣 尽在指尖 将笑话惊愿 小小英雄 独年不知老 百战 爱却 年少 新品人 又同家 我愿意 不知老 冚第二 年少 على 十四 年少 年少 departed 年少 年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